李白增说,天不言而似是行,地不语而百物生。 天地虽然不言不语,但万物想要生存,就必须遵循它的规则。 人也是一样,想要过得顺遂,就必须顺着逻辑去生活。 读书,赚钱,养生,交友,找到活着的正确顺序,你才能真正活好你自己。 一,在你不考试的时候去读书,人这一生经历过无数的考试。 小时候月考期末考,长大了中考高考,甚至工作了,还要为了拿到各种证书继续考。 但待有目的性地去读书,我们学不到更多知识,反而还会对阅读心生抗拒。 一旦考试完成了,我们就再也不会主动拿起书。 如今,随着年岁的增长,我们经历过低谷,也遇到过艰难的际遇。 此时才发现,书中的先辈早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,书中的智慧能助我们更好地去生活。 不考试的时候去读书,反而能带给我们更多益处,让生命在前行中愈加厚重和丰富。 王阳明十一岁时,曾问过老师一个问题,何为第一等试? 老师回答说,为读书登帝儿。 王阳明听后却不认同,登帝孔位为第一等试,或读书学圣贤儿。 在他看来,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圣贤一样的人,而非是考试当官。 他也遵从自己的内心,阅读圣人之书,体悟圣贤之道,最终成为一代圣人。 很认同罗翔老师的一段话,如果你读书的目的只是一种功利性目的的话,接受的就一定是一种成功主义的价值观。 那成功主义将成功作为评估一切价值的依据。 但只有非功利性的读书,你才能够抵制成功主义的读书,你才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命定,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失败。 也只有非功利性的阅读,才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真正的人生勇气,去面对人生的大风大浪。 读书的意义,从来都不是为了应付考试,而是在文凭之外,给自己设置一方天地,让灵魂能够修养生息。 更是用知识为自己全副武装,让自己有能力和命运战斗下去。 在往后的人生中,以书为友,与书同行。 当生活的考试再次来临,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智慧去解决难题。 二,在你不缺钱的时候,去存钱。 王尔德曾说,在我年轻的时候,曾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,现在我老了,才发现的确如此。 岁月安好的时候,钱是风花雪月的浪漫,到了举步维艰时,钱就变成了遮风挡雨的武器。 可很多人奉行及时行乐,一有钱就挥霍无度,从不为自己的以后考虑。 等到缺钱了,才知道没钱寸步难行,才明白存钱的重要性。 作家豫章有一个朋友,做的是室内设计的工作,收入不菲。 工作之余,他不是到处旅游,就是请朋友吃饭喝酒,工作了十几年,也没攒下来什么积蓄。 豫章曾提醒他别那么大手大脚,要存点钱为自己和家人添一份保障。 但他却不以为意,钱在银行卡上就只是一串数字,只有花了才是自己的。 没多久,他的母亲病重,看着卡上不多的余额,他这才悔恨钱到用十方恨少。 没办法,他只好拉下脸来找朋友借钱,可朋友压根不相信他这么大的设计师会没钱。 这一刻,他彻底体会到没钱的窘迫,这才明白钱的重要性。 老人常说,穿不穷,吃不穷,计算不到定寿穷。 人不管赚了多少钱,不懂存钱,就永远只能是穷人。 只有在有钱的时候攒钱,才能在意外来临时也挺直腰杆,在没有收入时也过得安稳无欲。 豆瓣上有一个抠门小组,七十多万人在这里分享自己的省钱技巧。 有人在超市邻关门前扫荡打折区,低价买到最划算的菜品。 有人研究最省钱的通勤路线,每月至少可以节约二百元的路费。 有人分享,洗面来挤到挤不动,横着解一刀,竖着解一刀,再用一周不成问题。 在你有能力赚钱时,一定要为自己多多打算。 赚大钱就存大钱,赚小钱也存小钱。 只有这样,你才能在人生的风雨抵达前,为自己住好避风港,保自己衣食无忧。 手里有一笔随时能拿出来的钞票,你也才能过上安稳幸福的好日子。 三,在你不生病的时候,去养生。 听过一个很有深意的小故事,有人问一位老中医,养生有用吗? 老中医反问,你们家每天都锁门吗? 他答,锁呀。 老中医又问为什么? 他答,防小偷,可这和养生有什么关系? 老中医则拧着胡须说,养生就是你健康的一把锁,能防病。 就像防小偷一样,我们也不知道疾病什么时候来。 但现实生活中,很多人意识不到养生的重要性,把自己活反了。 平时从不锻炼,等到身体虚弱无力,才想起要运动保健。 平时饮食不规律,等到什么也吃不下了,才想起要好好准备一日三餐。 可此时,身体已经破败不堪,人就只能在懊悔和自责中被病痛残忍折磨。 奇葩说的选手邱晨曾说,死亡才是对生命最精准的教育。 之所以有这样深刻的感悟,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。 三十六岁那年,他因为常年熬夜,作息不规律,血诊了甲状腺恶性肿瘤。 那段时间,他日日被病痛折磨,过得痛苦不堪。 每到深夜,他便无比怀念自己当初强奸的身体,更后悔没有及早保健,反而透支了健康。 但好在他还年轻,通过积极的治疗,他最终从病魔的手上死里逃生。 手术过后,不用家人再催,他主动改变作息,定时开始锻炼,摇身一变成了养生达人。 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在有句名言,保持身体健康是一种职责,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。 人活一辈子,身体是最基础,也是最重要的本钱。 如果等到他出问题了,才想起去保养,就犹如亡羊补牢,为时已晚。 而按照正确的顺序去养生,不生病的时候多保健,为自己的身体增加续航。 就像养生论中说的,健为支柱,防危度健,以防患于未然。 有了健康作为基础,你才能创造更多的可能,过自己想要的人生。 四,在你不孤独的时候,去交友。 心理学上说,人类作为社交动物,最难忍受的便是不安和孤独。 很多人为了缓解这种心情,选择把自己置身在热闹的朋友圈。 他们一有时间就呼朋唤友,用喧嚣来掩饰自己的局促,在酒桌上功愁交错,用热闹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 可欢声笑语总有结束的那一刻,为了逃避寂寞而交友的人,到最后还是截然一身。 有一位博主讲过自己的故事,大学的时候,他热衷于社团活动,结交了不少朋友。 一有饭局他就去,姐妹逛街他也从不缺席,但辗转在各种圈子之中,他却并不开心。 为了迎合朋友,他总是说些违心的话,连吃什么午饭都不能由自己决定。 他描述自己内视的状态,好像陷入了一个怪圈,恐惧孤独,害怕一个人行动。 就算性格三观不合,也不愿意放弃任何一段友谊。 一旦有朋友离开,就开始怀疑自我,痛苦不已。 时间长了,他感觉自己逐渐失去了自我,便想要从这种状态中抽离。 他尝试着去接受孤独,利用独处的时光提升自己,丰富自己。 神奇的是,当他不再把重心放在交友上,反而吸引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。 他们彼此互相鼓励,互相帮助,最终一同考上了研究生,彼此都成为了更加优秀的人。 在一次采访中,作家李银河谈起自己的交友观。 他认为,在孤独式交友,是一种灵魂孱弱的表现。 因为这时候人没有足够的能力自立,不能独自解决一切突发的困难,必须靠朋友来支撑。 而内心强大的人,不会为了交友而交友。 他们只是吸引同贫的人,急于彼此温暖和治愈。 杨将先生曾说,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,到最后才知道,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。 孤独本就是生命的底色,为了逃避孤独而交友,人只会陷入更大的空虚。 正确的交友逻辑,是先付诸自己,再吸引之急。 我不需要你的帮衬,你也并非有求于我。 如此,双方才能互相欣赏,彼此成就。 五五,在你生活不苦的时候,去吃苦。 看过这样一张图片,有一张木板,一端堆着苹果衫,一端坐着一个人。 他悠闲地吃着苹果,享受着自己安逸的生活。 可他不知道的是,他每吃掉一个苹果,脚下的木板就会悄悄往下沉一份。 随着苹果越来越少,平衡终将被打破,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掉入深渊。 于敏洪曾说,艰难困苦是幸福的源泉,安逸享受是苦难的开始。 人生从来都是守恒的,你在悠闲中想完了福,就注定要在艰难中吃苦。 在生活不苦的时候,及时调整顺序,去吃该吃的苦。 进入到一种良性循环,你才能始终过得舒服。 早年前,作家周灵曾在一家公司工作,收入稳定,生活富足,日子还算不错。 但他并未安于舒适,而是决定在主业之外,学一门新技能计算机编程。 他把所有的聚会推掉,也不让自己休息娱乐,把全身心都放在研究专业书籍上。 半年后,领导要给办公室软件升级,从外面请来了编程人员。 可由于软件太过专业,外人拿不准领导的要求,事情久久无法推进。 正当领导范南时,周灵主动承担了大人。 他运用自己学到的编程知识,完美地解决了双方的难题,最终顺利得到晋升。 道圣和夫曾说,吃苦的本质是一种滋空力、自制力、坚持和深度思考的能力。 有时候,生活越是舒服,越不能放松警惕。 这个时候去吃苦,恰恰是在为自己的未来铺路。 去吃学习的苦,让书籍成为你向上攀登的阶梯。 去吃思考的苦,用思维去解决棘手的难题。 这世上没有白走的路,你咽下的这些苦,也都会变成滋补的养料,最终成就你自己。 生活中,很多人之所以过的痛苦,就是把活着的顺序搞反了,缺什么裁求什么,结果越想得到越会失去,越想往上爬越会在底层沉沦。 想要过得幸福,就得在什么都不缺的时候做好准备。 越是富足,越要学会储存,越是安逸,越要看到危机。 按照正确的顺序去生活,你的人生才能越走越顺利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,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